好了 鄉親愛的新聞一開始來看 中華官議會調開第20次第4次定期會 這次的會議就是要來深知 包括中華官政府一百十四年度的 綜藝算案在來三十二的提案 由於上禮拜中華官政府 沒有已經公佈說要在宏萬鄉 設立這個會總場 因此在這次定期會當中 也要來安排專案報告 讓社會台中更清楚就結尾內容 中華官議會調開定期會 這次會期的重點是要來深知 管政府明年代的總議上 不過上禮拜管政府發佈 將要在宏萬起會總場 所以議會也要求管政府 要在會期期間進行專案報告 時間重點在11月5日 只是這個時間點有議員任委討集 管政府發佈議員說要求簽證 簽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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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目前為止只進行到閒址的地點 所以我們就把閒址地點先閒穩出去 閒穩出去以後 等於是公布給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我們才會進行後續的兩個階段 由於中華關係 再來由他沒有火葬定位關係 大概只有風聲 說哪裡要去 就會來引起控疫的風波 這次管政府突然間宣佈要去一個訪問 利用議會旗艦進行專案報告 就是希望讓議員對價位內容檢查清楚 大中華新聞 中謝良 中華 蔡宏伯德